还原真实的慈安太后比慈禧更厉害的角色,一个改变大清的女人。 1840年,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,英国的尖船力炮敲开了必根锁国的满清王朝。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清王朝急转直下,从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,变成了西方列强岸板上的鱼肉。 历史风云变幻,摇摇欲坠江河日下的清政府,却在一个最新权力的女人手中,沦为不偶。 两中华之物理,劫与国之欢心,苟延残喘半个世纪,慈禧太后垂帘听政,妇虏皆知, 但却极少有人知晓,在那连账之后,还有一个与慈禧共同执政的女人,甚至可以说,这个女子才是当时真正的最高统治者。 咸丰二年,1852年2月,曾在咸丰帝作为皇子时,就世文宗前邸的纽固禄时,被册封为真品。 纽固禄是满洲襄黄齐人,唯广西,又将到,沐阳阿之年。 此人在整个满清历史长河中仅是昙花一现,花在他身上的笔墨,了了。 但他的晋升之路,之稳,之快,却是任何一个后妃,无法比拟的。 二月封真品,五月尽贵妃,六月便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。 她就是孝贞慈安玉庆和教仪天佑圣贤皇后。 而她更为后人所熟知的身份就是,与慈禧共同垂帘听证的东宫太后,同治皇帝亲封的母后皇太后慈安。 可能是由于慈禧太后在晚清政局中太过于突出,她的城府深沉,独断专横,使得后人在提到慈安这位东宫娘娘时,往往会认为她是一个懦弱,迂腐的深宫奉人。 委屈求全于慈禧之下,实则不然,一个以短短四个月的时间,在没有皇嗣的情况下就掌管后宫的女子,一定是一个有计谋,有智慧的女子。 而她又能在咸丰地去世后与慈禧和平共处,平平安安地在深宫里生活,安度余生。 除了计谋和智慧,她必定是一个由远见,大之若愚的人。 总而言之,慈安太后不是一个平凡,甚至平庸的神宫娘娘,她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。 虽然世人对她误解颇深,但她却是晚清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一环。 史书记载,她素性真显,这样的性格特点便充分说明了,有不禄式是一位识大体,明是非,恪守本分的女子。 王后带人温和,举手投足间都显露出大家闺秀的素养。 据记载,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,为了躲避英法联军,咸丰帝带着后妃蒲从逃到了热和行宫。 在热和行宫的这段时间,咸丰帝一想到英法联军已经占领北京,就气得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,还经常拿身边无辜的宫女太监们撒气。 面对国家惨遭万遗折辱,自己却无能为力,咸丰帝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选择自抛自弃,甚至还在寝宫里写下了且乐道人的牌匾。 大臣后妃,看到皇上如此消极,十分着急却又不敢上前劝谏。 只有皇后在听闻此事后极力劝谏皇上,还让人把匾摘了下来。 后来也是因为皇后的劝谏,咸丰帝遭遇的心情才有所缓解。 牛姑护路是西夏五子,而咸丰帝也只有在纯这一个皇子。 早在热和时,咸丰帝深知命述将近,在纯却只有六岁。 扁丰、端华、景寿、肃顺等八人为赞扰政务王大臣,辅佐太子继位为帝。 同时,他又遣散亲眷大臣,单单召见皇后一人,受之一道秘制,给他临机处置任何人的最高权利。 此举主要是为了提防皇帝生母,义贵妃,并给予皇后玉赏大印。 同时,给予皇太子再纯,同道堂印章。 八个顾名大臣所发任何政令,都要请盖上玉赏和同道堂印章才有效。 咸丰帝临终托付国事,自然会安排身边最为现任之人。 而授予皇后最高的杀伐大权,更是证明了皇后在咸丰帝先中的分量。 帝后同心同德,可见一斑。 咸丰十一年七月,咸丰抵驾崩,牧宗其位。 二十五岁的皇后纽姑陆氏,被册封为母后皇太后,威号慈安。 二十七岁的生母,易贵妃,被册封为圣母皇太后,威号慈禧。 很快,大家耳熟能详的新有事变爆发了。 慈禧太后和宫亲王易新发动宫廷事变,夺取政权,自此开启了慈禧太后大权独揽的时代。 这是历史书上告诉我们的。 历史将大量的目光聚集在了慈禧这个对权力贪得无厌的女人身上,将她的一切无限放大,从而忽视了慈安的存在。 而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,易新当时拿出了赐子,革职顾命八大臣的诏书,给了他们最后一级。 而皇帝的诏书上面,必须同时有皇帝的同道堂印章,和慈安太后的御赏大印才能生效。 这就说明,新有政变的成功关键就是慈安。 作为一国之母,慈安是被满朝文武所承认、所尊重的,也只有他能在暗朝涌动的朝堂上与顾命八大臣分庭抗议。 慈禧与顾命八大臣就像是天平的两端,保持着微妙的抗衡。 慈安的抉择就是最后的法马,他选择谁,谁就获胜,反之满盘结束。 为什么慈安太后会选择站在慈禧的阵营里呢? 一种说法是,当时慈禧太后跑到慈安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,把孤儿寡母的悲惨遭遇,说的是会声会色。 慈安太后一心软,就中了诡计多端的慈禧的圈套。 但是慈安太后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,虽然她久居深宫,对政务了解甚少,又不像慈禧这般长袖善武,但也绝对不会因为慈禧几句话就昏了头脑。 先帝去世时,可以说是将整个国家托付给她,她必定会站在国家的角度去权衡利弊。 而当时的顾名八大臣的所作所为,确实让人失望。 将咸丰帝的身后知识安排得极为妥贴,右帝登基,顾名八大臣尽心腐壁,赞扰政务。 一向端庄自持的太后慈安主持后宫,牵制前朝,这一切做法都理所应当。 但事实上,深得咸丰帝信任的顾名八大臣,自是权重未高,眼瞧着皇位上作者的是六岁孩童和二十几岁不按朝政的深宫妇人。 便跋扎不沉,悖逆狂谬,更有甚者擅作欲畏,挑战皇家尊严。 这是慈安太后所不能容忍的,皇帝就算再年幼,也是天子,天子的权威是断断不容被践踏的。 慈安垂帘听证时,不过二十五六岁,对于政务,他可以说是一窍不通,他只是尽心尽力地完成丈夫临死前的注托。 以他的身份,他的权利,和顾名八大臣一起保护不安逝世的小皇帝。 但是,顾名八大臣的所作所为,却在一次次地挑战皇帝的权威。 同时,当时西方列强纷纷来华,慈安想要的是一个和平安稳的江山,是君臣一心,共同欲敌。 而顾名八大臣的所作所为,让慈安伤透了心。 我认为这应该就是他在最紧要的关头,选择了身为皇帝生母的慈禧的原因吧。 事实证明,东西宫垂帘听证时,东宫优于德,西宫优于财,两宫相互配合,相得益彰。 这段时间的清廷还算安稳,但单凭慈安一人,是不可能左右历史前进的方向的。 他死了之后,慈禧的种种作为,想必大家早就耳熟能详。 当然,以德夫人的慈安也在历史上留下过杀伐果敢的记载。 他诛杀了一个名叫安德海的太监。 慈安诛杀安德海,之所以会被陆入青石稿,成为慈安太后一生中为数不多,为人津津乐道的大事之一。 原因就在于,这安德海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,仗着慈禧的权力整天作威作福,违反公规,善出公戒,甚至自称游密遣。 承传招摇南下,招纳全会,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珍将此事上奏给慈安。 慈安听后,立命诸之。 此举一来警告众人要恪守公规,牢记组治,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宦官专权,给朝堂造成不良影响。 慈安太后雷厉风行,坚决维护组治,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压制住了慈禧。 慈安在同志地登基后,做了一件令慈禧又惊又喜的事。 他下令,关闭其余各宫门,请生母慈禧与他这个嫡母,请生母慈禧与他这个嫡母,同居养心殿,共同抚养六岁的同志皇帝。 两个布满三十岁的女人,共同抚养一个六岁的孩子。 在这深宫中,虽然他们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,但是当时的形势,于外各国列强,虎视眈眈,各个司马赵之心。 于内虽然与之作对的顾命八大臣,已经被铲除,但是谁也不敢保证满城文武是否忠心,与公亲王一心的同盟是否牢抗。 文一可以相互依靠的只有慈禧和慈安两人,从女人的角度出发,慈安善解人意,明白生活不义,从统治角度出发,两宫太后共处一处,这恰恰是开诚布公,表明了所谓的同心同德同志。 光绪七年三月初十,正值圣年的慈安太后暴毙身亡,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。 当时流言四起,众说纷纭,以慈禧独害说最为盛行。 慈安太后的离世,大大改变了晚清政局,东西宫共治的局面被打破,慈禧太后从此一手遮天,权倾朝野,而他们与公亲王之间的微妙平衡,也因为慈安的离世分崩离析。 慈安去世后的第三年,一心被慈禧罢免,过了十年才重新任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